你真的想知道审核结果吗 当然 我就这一份工作 那我们玩个游戏吧 真心话你问我答 你真心回答我 我就真心回答你 好 没问题 你现在单身吗 对 你对千军的印象怎么样 还不错 你今年有结婚打算吗 没有 我们公司到底能不能过世 要等董事会研究结果 你 当年为什么说分手 当年我已经说过了 当年你说谎了 我要听实话了 廖云成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纠结分手原因 你是不是觉得当年 是我死皮赖脸追的 你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赛哥 给女朋友买醋香花呗 便宜点卖 师父 你误会了 我 不用了 我们不是可以送玫瑰的关系 对 从长相上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俩是亦父亦母的亲兄妹 骂人 咱就病了 廖总 我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以后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当年为什么不说 当年太幼稚了 没想那么多 行 谢谢你的坦诚 那我先走了 廖 廖总 您怎么在这儿 上次有些补充资料 我来找胡总取一下 哦 胡总不在 这样 那可能要麻烦同经理 送我去下机场 我送 廖总你自己的司机呢 他喝酒了 开不了车 那你应该自己会开车吧 现在我也开不了 那就麻烦同经理了 陆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我妈 我妈挺好的 医生说两年不复发就算控制得好 五年不复发就算痊愈了 现在都四年多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不是在问我妈生病的事吗 所以陆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我妈是什么人 你做过她学生总知道吧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前几年代毕业班不分昼夜的工作 结果出现了吞咽困难的症状 去检查之后才发现是癌症 当时害怕吗 当时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但幸好后来治疗还算顺利 不会再这样了 我回来了 好 芬芬 我走了 嗯 常天在新桥 投入了一条新能源 电动大把产线 你们公司的空压机 会用到这些产线上面 我这次过去 就是负责这个项目进度 两三天就回来 哦 好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在说什么 我在跟你汇报行程 你去那么久车怎么办啊 这里停车费很贵的 每小时十几块呢 要不然我开去你家吧 或者你公司 你朋友家也行 听你家吧 听我家 你不是我朋友吗 是 我 也是你朋友 但是万一我把你车 刮了碰了怎么办 我可赔不起啊 没事 我在你那里存车的费用 按照这里的标准二分之一给你 你放心 我出事都不会让他出事的 反了 你比任何事都重要 真走了 宝宝们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特别好用的大地色演绣 小董实力推荐哦 我这好好看呢 爱了爱了 谢谢 这妆看起来好简单啊 能不能教一些复杂的 主要是每个人适合的妆容不一样 所以说要想要浓妆的话 我改天也会跟大家分享的 副主的眼影是什么呀 求中草 我的眼影就是这款呀 快点购买吧 快点购买吧 好了 那今天小董的彩妆分享就到这儿了 想要聊天的宝宝 我们晚点再见 拜拜 念念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公司有事 加了伙伴 不是吧 大周五的你们老板还剥削你啊 秋分啊 我给你说件事 说吧 我好像沦桥 现个谁了 不 等一下 你先回答我 还有没有一百八十五厘米 一百八十五毫米和一百八十五平米 有 有 应该有吧 不是吧 这发展也太快了吧 连长度都知道了 你想什么呢 你脑子里怎么天天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就是我一个 非常普通的甲方爸爸 但是他把车压过这儿了 不会是廖云城吧 不是 不可能 那他也是第二个廖云城 你知道一个男人把车压在你这儿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自己想啊 意味着 意味着本仙女值得信赖 屁了 你想啊 车呢 是男人的第二个甲 有的男人呢 会在车上写 车和女人 数不外鉴 怎么可能 有可能 他在 你啊 怎么可能 他在 你 车呢 是男人的第二个甲 有的男人呢 会在车上写 车和女人 数不外鉴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会因为信任 把车托付给你啊 只有一个可能 他 在 吊 你 不可能 你想多了 你先别着急否认嘛 你想啊 一个男人把车托付给你 出于责任心 你会不会每天去帮他探望一下车况呢 会 那看得久了 会不会在看车的同时 顺便想一下车的主人呢 不一定啊 他这次就是出差没有时间 所以碰巧把车放在我这儿的 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就赌一个月奶茶 我赌他一定不会空着手回来的 他会准备一份 既特别 又不是非常昂贵的礼物 在见到你的时候 特别真诚地和你说 小小心翼不成敬意 快收下吧 不要拒绝哟 我不赌 我对工业堂金顾敏 我看你是对浪漫顾敏吧 反正这赌 我赢定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上一个妆容的分享 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购买我的同款产品哦 谢谢宝宝们刷的礼物 念念 过来 过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合作好友念念 他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妆容 特别适合的鹅蛋脸 看 是不是很合适呢 差不多得了 好了 那我们开始 我 念念 谢谢绑一大哥的支持 这就是对我日日夜夜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业工作的支持 送给小小女的 谢谢老板 不用感谢 不过我有个请求 您说您说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以内 我肯定满足您 我想要知道你身边那位小鲜女的账号 念念 念宝贝 念仙女 救救我吧 你是知道的 直播就是我的梦想 如果不能好好经营我的梦想 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居客 我活着就没有意义了 我就要回家 继承我的一碗家财 那不是我的风格 念念 救救我 成全成全 我爸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我保证